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不到 文归 不信 白狗蛋 猛天 好棒 嘿 乾杯 好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对汪峰张子怡两位说一声抱歉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有错认错 光明磊落 在这里祝愿汪峰张子怡两位婚姻美满 白头偕老 大家好 我是黄安 很抱歉在这么深的夜里还打扰大家 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话要急着说 关于今天我在微博上写到张子怡和汪峰两位要离婚的传闻 消息来源是香港资深记者朱叔 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 现在全成了我说的了 其实我也是个吃瓜的群众 没想到微博晒朱之后引来那么大的风波 还登上了热搜 在这里我要对汪峰张子怡两位说一声抱歉 我没有任何压力 也不惧怕任何压力 但是基于江湖道义 我还是选择在第一时间出来表示歉意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有错认错 光明磊落 在这里祝愿汪峰张子怡两位婚姻美满 白头偕老 我希望他们中国那边下架我所有的音乐作品 我做这个动作主要是为了呛黄安 黄安不要让我在路边上看到 只要看到一次我跟他一次 OK 不过我们也很欣赏你这种人 说实在话 台湾现在跟当年不一样了 是是是 那现在我们是非常欣赏这种人 像你看黄明志 是是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非常多的话题 嗯 那首先第一题就是说 五年前你曾经发他们通告 说他中国命令跟你有关内容物下架 那你不接中国的通告 那是为了什么 那个这一个可能是网路上面的一些 一些最后集结出来的东西 当时的脸书我发的讯息是 我希望他们中国那边下架我所有的音乐作品 是 那这个原因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刚好一方面是发片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那个时候刚好要接近总统大选 然后呢那应该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呢 第一次任期的那次大选 主要我会做这个动作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做这个动作主要是为了呛黄安 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我从来没有打过任何 我连狗跟猫都没有打过 是是 我的小孩现在都已经大学二年级了 是大的 小的现在高中二年级 我连小孩我都没有打过 我这个人是不轻易去用手去打别人 是是是 但是呢我就曾经讲说 黄安不要让我在路边上看到 只要看到一次我给他一次 他做了什么 他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说卢广仲是台独 这样 然后呢导致卢广仲的经纪人 又开始哇哇哇哇哇 讲一大堆有的人 然后后来我相信 后来一件事情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上新闻就是 周子瑜不是躺在他的宿舍 是是是 然后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是 黄安又说他是台独 那黄安说他台独之后 变成就是周子瑜 他变成要面对镜头 然后还不能化妆 一个小女生 对不对 辛辛苦苦的跑到韩国去 当艺人 当时呢没有人敢讲话 包括我们演艺圈里面的 这些主持大哥啦 一定一定的一定的 那我想说我一个台语歌手 没有什么影响力啊 但是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去 去呛黄安 我的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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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